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 在熊市想要盈利,可是不容易 还不如用小资金找个震荡区间 用网格策略套套利,或许要更有利可图一些 网格交易用一句话讲,就是在一个固定范围内 按照每个网格的固定比例去进行分批的低买高卖 价格每下跌一格,就买入一次 每上涨一格,就把上一格买到的筹码卖出去 这样循环往复地利用行情的波动 从买入和卖出中不断累积套利的方法 策略不难,五分钟的时间就能掌握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坚持到最后 这个行为或许可以拯救你今年的钱包 网格交易策略是一种逻辑简单 操作繁琐,比较机械性的交易策略 不需要交易员过多的参与市场的分析 只需要按步骤去操作就可以了 第一步是确定网格的区间范围 比如比特币限价在17000美金附近 你认为接下来币价会在18000到16000之间 震荡一段时间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区间建立一组网格 只要价格不走出这个震荡区间 那就可以依靠这个范围的波动去持续获利 设定区间范围是为了防止极端行情 出现超额的亏损 但是相对应的,如果出现单边上涨行情 网格交易法能吃到的利润也就比较有限了 第二步是确定网格的类型 网格有两种 一种是等差网格,一种是等比网格 等差网格就是每个网格的价格差都一样 所以赚取的是相同数量的网格收益 而等比网格就是按照固定比例的幅度去加仓 赚取的也就是涨跌幅度相等的收益 比如每个网格加仓1%,那价格只要上涨1% 就会获利了结之前的加仓单 第三步是确定网格的数量 网格的数量是需要提前计划好的 网格数越少 网格之间的幅度就越大 比如16000到18000美金这个价格区间 如果网格数是10,那每个网格的间距就是 18000减去16000除以10-1等于222美金 如果网格数是5,那每个网格的间距就是 18000减去16000除以5-1等于500美金 网格并不是越多越好 因为涉及到手续费的问题 一般来讲,单网格的收益一定要大于两倍的手续费 比如有的交易平台的交易手续费是0.045% 一买一卖两的操作下来 如果利润少于0.09% 就成了单纯的做慈善 网格也不是越小越好 网格越小,幅度就越大 假如市场价格持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波动 由于是分批建仓 那剩余资金就不得不继续闲置等待触发 导致其他的交易行为都会因此停滞 资金利用率会很低 第四步是仓位的配置 网格交易法是一种积少成多的套利策略 仓位不要开得过大 否则就有被捆在半山腰的风险 整套网格策略运行下来的总仓位 最好不要超过平时交易仓位的两倍 比如你平时每次交易的仓位都是1000优 那做网格策略的总仓位最好不要超过2000优 这样做可以有效控制风险 这就是网格交易的操作步骤 非常简单 这种方法不依赖交易员自身的交易水平和情绪变化 是一种很标准的程序化行为 相对于手动设置订单 其实更适合进行量化交易 以OE的网格策略为例 我们打开现货网格 选择BTC USDT交易队 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推荐策略和一个手动创建策略 推荐策略里面会有一些平台结合智能算法算出的一些年化回测 收益率比较好的参数 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使用策略 也可以点击这里的自定义参数 数值会直接同步到手动创建页面 哪里不行就改哪里 熟练掌握了网格交易之后 我们也可以直接手动创建策略 第一个需要填写的是价格区间 我们以前面的参数为例 最低价是16000 最高价是18000 第二个是模式和数量的选择 模式选择等差 网格数量输入10个 数量确定后 系统就会自动计算出 每个网格的利润范围是0.92%至1.04% 第三个是投资额 比如我们输入1000USDT 参数设置完成后 还有一个高级设置选项 触发类型和停止条件 一般都按默认选项即可 止盈止损按钮要打开 止盈就是当价格突破区间后 达到了你认为合适的位置 就可以作为止盈出厂的价格 止损的价格是当币价 跌破震荡区间后 策略就不会再继续操作 如果价格持续下跌 不回到网格区间内 这时持有的订单 就会承受亏损 所以建议 在网格最低价的下方合理位置 设置好止损 策略就会自动停止 并卖出被占用的现货 我们可以选择止损 设置在15400 只应设置在18500 最后点击创建策略 策略就开始运行了 随着市场波动 策略会循环的挂单和成交 这样就可以不断地 在震荡行情中 赚取波动的收益了 关于网格交易 我有三个想法 供各位参考 第一 虽然网格策略 是只要有震荡就有获利空间 但是熊市做现货网格 还是很容易亏损 毕竟是逆势交易 如果大级别周期 是明显的空头趋势 可以暂停交易 或者选择反向的 合约网格做空 操作原理也是一样的 第二 价格突破 网格上轨的止盈价格后 仓位就会被全部卖出 如果市场突然爆发 可能就会错失后市的行情 所以 尽可能选择一些关键位置 进行止盈 等价格有效突破后 再及时选择 趋势策略进行参与 第三 网格交易最适合震荡行情 设定震荡区间的时候 要判断出 有效的支撑阻力位置 确保价格能在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在这个区间波动 渔网的网眼 不要太大 也不要太小 要做一名成熟的渔夫 好了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 更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系统 我们暂时再见 祝你早安 午安 晚安 拜拜 注意 上述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